动辄35度以上的高温 让人走在街上都感觉快被融化了 这时候相信不少民众会选择来碗清凉的创冰 马上就可以降温不少 但同样是冰块爆出来的清冰 还是有好吃不好吃的区别 今天介绍的这一家 是三下一对年轻兄弟的自创品牌 他们不走加盟路线 而是自己将传统的冰品再升级 做成大众接受度高的商品 在台湾的教育体制下跟亚洲人心态 你很难找到你想要创业的热情 当初我能创这个业做这个生意 完全只是为了两个字好玩 你要从你觉得好玩的地方去着手 然后把它慢慢演变成你想做的事业 从好玩做得开心 钱自然而然就会来 当年以芒果牛奶冰打响名号 现在店里的招牌冰品换成了红豆牛奶冰 老板相当大方 整盘抱冰上红豆加好加满 再淋上特条炼乳 看在眼里就是一种视觉享受 而红豆要煮的粒粒分明 又能够入口即化并不容易 老板可是煮坏了几十代的红豆 才找到完美的制作方法 那这必须感谢我爸爸黄冲创 因为他用更多新时代 他在舌尖上面 就是天生的美食家 我们不断的实验跟创新 然后把失败失败 大概像这样一袋的红豆 我们大概已经尝试过 好几大概二十袋都全部丢掉 这为了找到最好的口感 你会看到每一颗都粒粒分明 但是你吃进去的时候 它直接在你嘴巴里面划开 它不会有带壳的感觉 大部分的红豆 通常有大部分在家里煮都会 因为拌坛的过程中 会让它整个化掉 所以我们的关键就在 如何让它粒粒分明 吃到嘴巴里面的时候 又整个在嘴巴里面划开 不会有带壳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创造出来 红豆的让它吃到嘴巴里面的记忆点 从一家小小的路边冰店 发展成三家分店 黄红军说 做出产品区隔很重要 我们的产品做出来之后 第一个关键 它吃进去会有记忆感 你吃到会这样 好像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你会记得这里 这是第一个关键 第二个 人 在经营品牌上面 我们的冰店的故事 还有我们创造出来的伙伴跟家族 创造出来每一个人的特质 我们的热情 感染所有我们的客户 让客户来跟我们买冰的时候 是很开心的 而冰店的营业时间 只有每年的5月到9月 在接下来高温炎热的 日子里 把握夏天的尾巴 记得来试试哦 中交新闻 沈金华 赵世渊 三峡报导 在接下来高温炎热 滚石 shows 蔡细起 coy 自己照片 倒看 冰店是 飞行的 我们邀 Sick